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看一个新项目 那么这个新项目是针对Deepsec这个东西的 首先我们知道Deepsec是一个语言模型 我们可以使用它跟它对话 帮我们回答问题 大部分情况来说我们对它的使用也就这么多 至于它更高级的应用 可能我们一般也接触不到 那么今天这个项目 它就是把Deepsec写代码这方面的能力 对它进行了一个包装 这边是写代码的区域 这个大家能看到 那么这边是显示区 就这个代码会有什么效果 这边会实时展现 这样的话确实非常方便 我们这边没写好代码了 就可以知道这个代码对应的效果什么样子的 如果有错的话可以及时调整 当然这个显代码不是我们自己手中去写 然后AI去帮我们写 我们可以看一下它能帮我们实现什么样的效果 大家看一下 非常的多 首先呢这是一个小游戏 我们来玩一下 一个车是吧 吃金币的 这个小游戏我们也比较常见 好了 这个游戏它只是做了一个简单的演示 它并没有做太多 那么这个应该也是一个游戏 是这个游戏 这边有血条是吧 基本上有些该有的界面 简单的操作方式 那么它这边都实现了 那这个呢是一个比较复杂的网页 假如说我们正好需要做个网页 然后你又不会写代码 那么这个工具呢它可以帮你搭建那个网页 网页的这些动态效果它都有 这个下面还有非常的多 非常多的一些实力 这都是它可以帮我们实现的 那么这个确实比较有用 好我们翻回来 那么这个工具呢它比较适合从事相关行业的 比如说跟代码相关的 或者是你现在正好需要做一个东西 那么这个东西呢需要写代码 它都可以帮你弄 然后我们具体看一下怎么去使用 首先呢它有一个可以线上体验的这样一个地址 不过这个地址呢 这个首先就需要上外网 上不了外网这个地址没法用 第二个呢是即便你能上 但是它这个网址呢 要么就是次数有限 要么就是人多的时候排队 然后呢我这边给大家搞了个本地包 这个可以在你的机器上去使用 这个你就可以无限去用了 当然有个前提条件的话 是你必须有这个Deepseq 或者是其他类似的模型 对那个API-K 这个API-K呢大部分情况是收费的 假如你没有的话 那么这边呢有一个免费K的一个获得方式 这个我待会也给大家讲 我们先来看一下效果 首先我们让它帮我们写一个网页界面吧 帮我们做个登录页面 我们让它写就行 回车就可以了 那么我们稍等一下 它会帮我们写 开始写了 那么这边呢 我想让大家看一下这个代码变化 这边显示区域的变化 所以这块我就不加速了 如果你不想看的话 这段可以跳过去 好 它这边其实我们做完了 这个登录界面非常的快 小块的功能基本都有了 我们来登录一下试一下 这个因为我们没有去写 它到底这个用户密码是多少 它应该是没有做限制 所以我们随便写吧 看一下啊 好 没问题 可以登录 这边如果说你想跳转到别的页面的话 这边你可以继续去加这个下面的提示 然后代码去给你写 非常好用 这是一个登录页面 然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更复杂一些 比如说可以上传图片 我们让它这个编写一个相册 我们就写这些 让它帮我们写一个相册 可以上传 可以删除 回车 好 我们稍等一下 等它给我们出这个界面 好 它提示我们做完了 大家看到这一次呢 它的界面给的是英文的 那么其实这个呢 也说明了一个问题啊 就是你这边的提示词 还是要写的详细一些 如果你写的不够详细 那么它是随机的 它背定出来个什么效果 当然也可能随机到这边的效果 无法实现啊 效果不对 那么这个时候呢 你需要重新去输入啊 让它重新去做就行了 我们来看看这个功能能不能用啊 好 可以正常点开 上传一下 可以上传对吧 我再来点上 它这边需要点两次 才能这个上传啊 这个说明它这个功能的 处理点问题 当然这是一个小问题嘛 不要紧 可以上传 可以删除对吧 看一下 可以正常删除 好 这是这个效果啊 我们再来一个最后一个啊 来一个复杂一点的 那么让它做一个小游戏 呃 创建一个什么游戏吧 探吃蛇吧 探吃蛇 小游戏 好 我们来看一下效果怎么样 好可以了 我们看这个界面 还是做的比较完善的啊 它提出我们这四个键用来控制方向 我们来试一下看能不能玩 点开始 还不错啊 可以 好 探吃蛇 这个游戏做的不错啊 非常的流畅 没问题啊 好 我们其他功能就不给大家演示了 大家自己试吧 呃 基本上你能想到的这个功能 它都能帮你做 最多就是做出来可能会有些问题 当然这个很正常啊 它毕竟是随机性嘛 所以如果你不满意的话 你可以让它重复去做 好 这个就是我们这个实际效果的展示 接下来呢 我们说这个本地包 线上这种方式啊 它是有很大的限制的 那么我们这个看这个包 这个包呢 这个稍微有一点麻烦 大家看一下 本身这个包很小 78.1 我们这边有个启动啊 点一下 这个速度是非常快 几乎就秒出的 呃 这个没有出这个页面啊 需要我们手动去打开 那么这边有个文件夹 叫安装 我给大家放在这了 地址是这个 开一下 大家看到了是吧 这个页面跟我们这个线上的 这个效果是完全一致的 完全一模一样 那么在这个使用之前 还是有些东西给大家说一下 啊 并不是打开就能用 首先呢 你得装这玩意儿 这个东西呢 是我们启动这个本地包 必须的一个程序 这个大家必须装 如果你已经装过了 就不用说了 装完之后呢 然后你就直接点这个启动啊 它应该是正常就能启动了 本地这个呢 因为这个它是需要这个API key 在这儿 大家注意这个文件啊 这边有个免费的网站 它这个网站的key是免费的 大家如果是不想花钱的话 那你自己来这儿 那看这上面有这个free啊 后面这个说明就免费了 我就用的是这个免费的啊 然后你点这个这边啊 API 点这个创建 我这边已经创建过了 大家可以创建自己的一个key 那么下面这边就是你要输入的内容 比如说这个 然后你的key呢 你就输到这儿 然后这个模型的名字 模型的名字呢 在这个这儿啊 这是模型的名字啊 大家完整的把这一段复制过来就可以了 然后呢 这个是这个模型的一个路径 然后在哪呢 在这儿 下面全部能找到 就这两个呢 其实大家不用改 然后你就申请给你自己的key就行了 这个就是这个配置啊 相关配置完毕之后呢 那么你就启动 启动之后呢 就可以打开这个页面了 然后在这个地址上 那么这个工具的使用就这么简单 然后这边呢 我们同样可以让它去生成 我给大家做个例子啊 还是我们刚才那个 套建个汤汁车 我来输入一下啊 好 我们这边做完了 这是我们想要的那个小游戏 它这个代码写了这么多 这让我非常吃惊的是呢 这个代码居然没出错 本来我还想给大家说的 这个因为我们使用的key是免费的嘛 所以说这个key呢 它可能会中断 就是中间可能就出些 比较奇怪的符号 这个可能性是存在的 而且几率还挺高 但是我们这一次衍生的 它居然没出 这个运气不错 好 我们先来跑一下吧 大家看到这个 它只是小游戏对吧 小游戏没有任何问题啊 而且这个效果非常的好 再来跑一下啊 有中断的情况必须给大家说一下 然后再来跑一下 它这边不能跑了 这个免费的就这样 刷新一下 然后重新来 好 我们看一下啊 因为这回应该会出错 不可能每次都不出错 跑完了啊 这一次好像又成功了 我现在是想让它出错 它现在不给出 非常的无语 果然成功了 没问题啊 而且大家看就是这一次 弹车舌的这个效果 明显比上一次更好 它不出错了 那这个不行啊 这个啊 那我再试两次 我给大家搞个错的 好 我们这回成功了 这回终于报错了 就大家看这个符号 这个符号呢 就是这个免费的k会遇到的问题 可能连接不太稳定 那么在代码中间呢会出现这样的字符 我们可以点这个Ctrl F去搜索一下 把这个整个这个代码里面所有的这号文字全部找到 就包括前面这个符号啊 选中 然后删掉它 把这个也删掉 把它中间设计到的所有的空格也删掉啊 把这些空格都得删掉 这样就对了 我给大家看一下啊 假如说你这个东西不删的话 那么就这样的 这边点了没有任何反应 因为这边有这个错误的字符在里面 我们把它全部删掉 然后我们点开始 可以了 是吧 非常好啊 那么这个内容啊 我们今天就说到这儿 大家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